欢迎收听财经营平方After Meeting Podcast 现在录制时间为台湾时间6月25号下午2点整 本次的主题是展望2021下半场 经济通膨央行动向一次讲 按下地面后我们就开始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财经营平方的Roger 第一次的第一句问候 还是要有关台湾的疫情 那其实好消息是最近的确诊人数 其实都在100左右排回 然后甚至有好几天在百人以下 不过还是依据指挥中心的公布 大家还是要先待在家里等到7月12号 那看起来其实疫苗陆续有在施打的路上 然后加上三级警戒会延长 那我个人觉得对疫情的控制 应该是会有蛮有效的 那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的延长 那我觉得相信很多人心生跟我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一起好好的战胜这个病毒 然后回到正常的生活 那我们回到正题了 2020的上半年开始 从2月慢慢就陆陆续 全球的生活跟基金发展 其实都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甚至到了现在 2021都已经到了6月了 还是有很多因为这样的病毒 而影响很大的一些变化 譬如说一些产业的活动 民间的生活 甚至一些政府的政策 都是因为这次疫情有极大的改变 那我们即将迈入了2021的下半场 那成熟市场我们现在看到了 哇快要到达群体免疫了 包括了美国跟英国 那复苏的道路自然是走得比较的顺畅 不过我们看开发中的国家 就是譬如说新兴市场 离这个群体免疫 基本上还是有点遥远 不过我们还是讲到 新兴市场还是有在制造业循环的 这样的一个周期上面 那我们现在就来好好在6月底 这个时间点来展望一下 2021的下半年的市场行情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邀请到 我们全球市场的研究员Vienna 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哈喽大家好 好Vienna这次是跟我们在远端录音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觉得 录音上面有什么样 需要再给我们建议的 麻烦你也是在评论下面留言 然后让我们知道一下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远端的录音 但是事实上每个人都听得懂 而且听得很舒服的 那在主题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请Vienna 带我们掌握一下本周的市场行情吧 好那在市场行情这边呢 股市跟原物料这边我一起讲 股市这边其实过去一个礼拜 或者是过去几个礼拜以来 都是还是呈现浮展的一个状况 但是从一个类骨板块看 就可以看到核心循环类骨 它其实是明显降温的状况 那过去这几周啊 其实从原物料的一些价格 也都可以看到 他们其实都没有再创新高了 那资金这边的话 就是有看到 呃重新回渡到科技板块的状况 那斯达克他这边 你去看的话 其实创下理事行道 可是道琼 就是以这些比较 核心循环类骨的股指 他其实甚至是跌到三万四以下 呃过去的话 其实从这样的状况 就可以看到 科技占比比较高的 这些呃国家区域的股指 也都是表现比较好的 像是台湾家全支出 就是在五月疫情来 就马上反攻万七 那今天甚至是 也是收在就是万七以上 甚至好像会要很怕 万七领利 对 对那在资市跟会市这边的话 就是变动比较大 资市这边的话可以看到 最近的一个比较大的新闻 就是十年期的美债殖余率 是从三月以来 首次的跌破1.5% 但同时呢 短端利率就是两年期 这边却是上扬的 造成其实会出现一个 资予率曲线平坦的话 也就是长短天期 逆差去缩窄的一个状况 这其实跟呃 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原物料价格 最近其实都没有在创新高 其实是同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市场的一个通膨运期 其实是逐渐在下滑的 那造成长端利率这边的回落 那短端这边的话呢 主要就是受到 年整会的一个动向 那上周大家有听 Ryan的Podcast 他也讲到就是上个礼拜的 FMAC会议是 意外的调升了 2023年的升息的幅度到两码嘛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同步反应在政策这边 像是美元指数 也是在近期的时候 突破了92的关口 好谢谢Vienna 那Vienna刚刚讲到的 美在殖利率基本上呢 也是会影响到2021的下半年 我们要怎么看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数据 那等一下呢Vivi也会花一些时间 再好好的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一次的Podcast会分成 2.5个部分好了这样讲 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还是看基本面 我们从就业复苏啊 制造业循环来看一下说 下半年的基本面经济数据 有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全球重要的一些央行的动向 包含了他们是怎么看待 通膨的 包含了他们的一些政策行为 会不会影响到资金面 最后有一个点五呢 其实是最重要的 我们好好收敛了一下 讲一下2021下半年的 关键时间轴 在哪一些月份 你应该要看 什么样的事件跟数据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好的马上就开始我们第一个主题了 其实今天6月25号 也是我们M平方已经发出了 刚刚Viviena跟我们的研究人Rion 一起制作的这一个关键的快报 要讲的就是 接下来要讲的所有内容一个集结 所以呢 如果你在听到的当下 你应该 你是MM Pro 不管你是MM Pro 你应该都收到这样的报告了 那我们就邀请你在我们的Web上 直接点开这一篇快报 然后来听接下来Viviena要怎么样好好的跟你说 那我们在进到了这样的一个下半年 其实我们从2020就看好 率先复苏的一些经济体嘛 那基本面的状况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改变 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好好的来 Overall的来看一下 全球基本面的数据了 那成熟市场呢 之前听到了就业复苏啊 然后疫苗的施打也很顺利啊 那近期有什么样的数据 能佐证我们去提到 基本面有支撑的这样一个证据呢 好那我先从疫苗讲起啊 大家应该还是最关注这个 去年底的时候 大家应该印象都很深刻 像是辉瑞啊 莫德纳交声等等的疫苗 都是逐渐通过FDA的一个核准 那从去年到现在 疫苗施打率是逐渐在提升的状况 我记得我们在三月的时候 有出一篇快报是专心在分析 就是在疫苗这一块 那我们那时候提到说 美国它如果是维持在 每日施打150万剂以上 它其实就能够在 今年夏天的时候就达到群体免疫 那从三月到现在这中间呢 其实美国的一个施打速度 就是一直在提升 那这中间最快甚至有到 就是每日300万剂的施打以上 所以这速度可以说是非常快的 那截至到现在的话 我们去看一下数据 现在美国这边 施打一剂的人数 大概有到1.78亿人 那两剂施打完毕的 大概1.5亿人 那分别是占总人口的 53%跟45% 所以是非常高的 那你再去看说 到底是哪个人在打这些疫苗 其实很多都是集中在18到65岁 就是这个主要劳动人口的占比 那就是这个占比 甚至是高达65%跟56% 那也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疫苗 世代很乐观的状况之下 它其实就会带动就业市场 同步的去复苏 那今年以来去看 每个月的一个非农就业的新增 那它其实每个月 大概就是平均增加47万人左右 失业率的这边的状况 也是趋势持续下滑的状况 不过大家可能会去想说 过去几个月以来 有看到就是单月非农的表现 它是就业不如预期的一个状况 不过我们觉得这可能还是比较是 偏向是短期的因素的去影响 那主要就是在缺工缺料这边 还是造成就是像是有一些企业 它还是有一些临时停工啊 或者是它的一些临时性的雇员下降的影响 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偏向是短暂性的因素去影响 所以长线来讲的话 其实整体就业付出的方向是没有改变 甚至是说在疫苗现在的状况之下 是更明朗的情况 那这样听起来的话 其实在就业的部分 看起来在长线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应该是付出方向是没有变的 甚至会更好 那我想反过来就问一下就是 我们好像从去年开始就有提到说 我们看好制造业循环啊 它维持在扩张的阶段 然后这一波的付出也是同样在印证 就是制造业循环 那时候我们就有说到啊 我们认为制造业循环可以到第一季 那后来的数据也显示 这样的循环 就是订单啊或者是库存啊 都还是表现在制造业循环上 好像可以延到第二季 看起来事实上用review来看确实也是 那我现在就想问了 制造业循环是不是会依旧延续到第三季呢 Vivi有看到什么样的风险吗 好那刚刚讲的就业市场 就是比较偏长线的一个经济的复苏 但是制造业循环 我们知道它是偏比较是短循环的嘛 它大概就是三到四年一次 那上升周期就是1.5到2年 那从去年年中疫情周到现在 就是已经整整过了一年 我们原本一开始觉得说 这一次它的一个上升周期 是不是可能会比较短 因为其实疫情之前 大家知道就是经历了贸易战 那它其实已经很多厂商 它已经把它的一个库存水位 降到很低的一个水平 那但是这比 这是比较预料之外的事情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就造成说 今年就是疫情以来 它就是造成一个很严重的缺料的一个状况 那导致说厂商 它现在其实是在改变 它的一个库存的习惯 例如说它可能原先 它就是被大概30%的库存 但是它现在因为这波疫情 它意识到说 它可能它的库存水位 大概要拉高到50% 所以这个是比较意料之外的事情 那再加上是说 今年的Q2啊 美国这边又有在推了一个1.9兆的财政刺激 所以可以看到在中端消费这边 它其实又在拉了一波 那你从美国的零售销售数字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它的位阶其实又是在跳升的一个状况 所以原先我们看自在循环的上升周期 可能大概就是抓第一季第二季 然后到年中 但是目前的话 从我刚刚讲到这些因素去影响 我们觉得有比较大的几率是 它甚至有可能再延续到Q3 那到了Q3的话 我们就是接下来看下半年的走势 就是虽然说它的一个上升周期 能够延续到Q3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它的一个上升周期 从去年走到现在 它其实已经是比较是 未在末生段的一个位置 那去观察近期的一些经济数据 可以看到像是美国的ISM制造业指数 或者是欧洲这边的制造业PMI 它其实从今年三月以来 就没有再创高了 但是它还是都是保持在60以上的 一个非常快速扩张的一个区间 那像工业金属 刚刚前面的行情又有提到 它其实从之前年初 就是一直不断在创历史新高的一个走势 近期的话就是比较转向是高档震荡的状况 所以下半年其实在制造业循环 这些相关性比较高的一些资产布局上面 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在投资上面 要跟我们的小心 那这边提供一些观察的指标来看的话 目前刚刚提到的就是 重获这边的状况 从美国的ISM制造业的一个客户端库存 可以看它现在还是在28非常低的一个位置 但是台湾这边 台湾这边就是以电子产业为主嘛 台湾的一个PMI的一个客户端的库存 其实已经回升到48.4 是接近农库线的水准 它虽然还是很低 但是它其实有慢慢的在回升 所以转换到下半年 其实越来越多人在讨论 就是在过去一到两个月啊 甚至一季来 大家都在讨论overbooking这件事情嘛 那随着下半年电子业会进入就是它的一个传统旺季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一个电子零主件的出口金额 它从8月的时候也是开始 它是从原先大概每个月就是100亿的一个水平 它跳升了一个位阶到125到130亿的一个水平 所以在这样子激起又电高的一个状况之下 制造业它其实要进入一个库存调整的一个风险 是逐渐提升的 所以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制造循环 可能延续到Q3 但是谁在Q3要进入到Q4的时候 就要非常去关注就是在库存这一块 是不是会有去做一个调整的动作 好哦 那我来总结一下 刚刚Vivi讲的基本面的部分 刚刚其实听到了就业市场啊 在疫苗的覆盖率提升的下面 基本上持续复苏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那支持长线的经济 由复苏也转向了扩张区间 这样的方向也是不变的 那短期我们要看什么样可能会未来的风险呢 就是我们要关注短期制造业循环的上升周期 是不是来到了刚刚Viviéna讲到的末生段 那下半年的库存调整的风险啊 可能会有一些提高 那关注什么样的数据呢 第一个就是美国的ISM制造业的客户端库存 那第二个呢就是台湾制造业PMI客户端库存 它现在已经接近到了融固线的水准了 那第三个我们要看的就是台湾电子零组件的出口 这部分呢我们等一下后面讲到的主题 其实也会到一道 那下一个主题呢我们来聊聊通膨风险 央行动态还有资金面的行情 好的紧接着我们来第二个主题 上一周我们Podcast有请研究人Ryan来完整的分析 6月份的FOMC的会议重点 那在这边很快的跟大家recap一下 就是提到说联准会在短期内绝对还是属于比较偏割的啦 但是8到9月这个时间呢 尤其是联准会的忌讳呢 是高机率的可能会转变它的一个态度 因为一些市场的外在 比如说通膨啊 比如说美债质运这些 那如果呢通膨没有如预期是短暂性的因素的话呢 那也就是我刚刚会提到的联准会可能会转向的一个点 那通膨我帮大家复习一下啊 美国的5月的CPI开出呢 年增是在5%以上 5% 那其实就算是历史比较高的随位了 那我们刚刚讲到 如果它进一步再往上行的话呢 就可能会遇到联准会改变 那如果想要真的完整了解 想要听的朋友 其实不用来这一集 直接去上一集先听一下 再来听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好 接下来我就来问了 就是最高机期呢 我们在上一次的park有讲到说 去年这样最高机期基本上已经算过了啊 可是我们从细项拆开来看呢 长期还是有几项是不确定的隐忧 那市场又会怎么样反应呢 我们请BB来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吧 好 那这一次的通膨啊 先讲短期的好了 这一次通膨会到5% 它受到机器的影响 这边就不再赘述了 已经讲到快烂了 但是接下来要去关注的就是 那这个机器的影响到底会到什么时候 去年疫情之后啊 大家都应该还记得 美国这边就是通过了规模是一个 史无前例两兆的一个CARS法案 那这个法案呢 它大概就是在Q3开始 去年的Q3逐步的开始反映到了消费市场 所以从通膨这边的细项去看 像是能源啊 二手车房屋 从Q3开始 其实都可以慢慢的开始看到 绝对值得变得在回升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一直提到说 季节效应最多就是发生在Q2 4到5月这个时候 那可以分享一下 之前其实 我们每次在数据公布之前啊 免住人都会去观察一下市场预期的一个共识 那在4月的通膨公布之前啊 无论是外资的分析师啊 或者是研究的机构 其实都是一致的 它对于通膨年征的一个consensus 都是觉得它会呈现跳升的一个状况 可是到了5月 虽然通膨还是开出来是5% 可是其实在通膨数据开出来之前 市场的共识就开始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分歧 所以这也就是去反映说市场其实对于短期通膨的预期 是逐渐在消散的一个状况 好那接下来讲一下长期通膨 那到底会不会有长期通膨呢 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位置数 上周的Rion的Podcast有提到嘛 就是在这一次的FMC的会议里面呢 它其实对于通膨的一个SCP的不确定性 是大幅攀升的状况 那就像我们刚刚在第一个part提到的 就位市场这边是持续的在复苏 那这对通膨来讲的话会是一个上行动能 但是最主要的变数还是在于 所谓的缺工跟缺料啊 这个状况什么时候会出现缓解 所以它如果说这个状况延长到年底 或者甚至是更久 那在年底的时候通膨其实已经没有像 第二季四五月这么超低激起的状况之下 其实它确实有可能会有看到 就是长期通膨这边的一个出现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长期通膨其实现在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还不是很明朗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长期通膨这一块 不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现在 这个时间点去完整的抓 就是知道说一定是上或是下之外 连总会他们自己本身对于长期通膨呢 他们也觉得这不确定因素是大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比较确定的 FOMC的会议中呢 上调了2023年升级失误 加上它上调了两码 那再度就可以确认说 它对未来的政策走向呢 可能就是会朝升息的道路去走 尽管它是到2023年 如果我们来反观欧洲央行 它也在这个礼拜 它也讲了 它说在Q2呢 还是会加速PEPP的购债 那并且呢 在六月的立日决定会议呢 还说我会延续我购债的速度 哇 看起来这两个主要的经济体的央行 有不太一致的货币政策 那下半年是不是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美元啊 或是利差这些 Vivi你会怎么看 其实你如果从历史经验来看啊 美欧它的一个货币政策分歧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那大家回顾2014年 欧洲那个时候有出现一个通缩的危机 所以导致欧洲央行那时候 其实是展开一连串的宽松措施 例如说它启动了现在的Teltro 然后它在2015年启动了QE 然后它这样的一个QE呢 它其实进行了两次的延长购债 跟一次的扩大购债 那可是你同时反观去看 严总会这边 2015年底的时候 它是启动了金融海啸以来的第一次升息 然后并且是在2017年的时候 开始进行缩表 那我觉得这其实就反映了美国啊 它其实作为一个全球经济的 一个龙头的地位的状况 那欧洲这边的话 反而是因为它有一些长期的 结构性因素去影响 所以它的复苏 其实一直都是比较落后于美国的 那所以美国的货币政策 基本上都是走在欧洲的前面 那其实看总金的话 大家其实会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就是当全球央行 它的货币政策开始转向 开始紧缩的时候 每当就是连欧洲也开始 在进行货币政策转向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就是市场快要接近东盘的时候 那这个其实就反映在一个特别指标 也就是反映两国货币政策的一个 十年期公债的美德利查 你去把美德利查拉出来看的话 就可以看到美德利查 它向下缩载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它的头部出现的时候 基本上都领先全球的衰退 大概一到两年的时间 例如说像1999年 你看到美德利查反转 2000年就往五泡沫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06年 你看到利查反转 然后呢07年就金融海啸 那最近的一次比较是 这种很明显看到就是一个头部的出现 大概是在18年的时候反转 然后紧接着2020年就新冠肺炎 但虽然这比较是有一些 就是世间性的巧合存在 那好那回来去看一下现在的状况 刚才Roger提到 就是FOMC他在这次的会议上 调了2023年的升息的次数到两次 而且目前市场的预期是说 联总会他可能 非常有可能是在明年上半年就开始进行 缩减购债的一个动作 但是反观欧洲央行 他Q2是加速了他的一个PEPP购债 然后在6月的时候 又再延续这样子的一个购债速度 我们在去年年底的分享会的时候 其实就有提到 我们会把美国跟欧洲 他的一个购债的一个规模 就是每月购债的规模 会拉出来看 那这就会去影响到美元的一个走势 因为你就是很直觉的去想 如果美国他 这边买在买的比较多 那美元就会比较弱 那如果是欧洲买比较多 那美元就会相对比较强 那这也是为什么刚刚讲到 美欧货币政策 他的一个就是购债的走向是分歧的 那也造就了今年 美元的走势是反而是转向是 比较是主体的一个状况 那接下来去看一下说 未来会怎么走呢 其实会造成 美国跟欧洲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差异啊 主要还是在于通膨这边 欧洲这边的通膨相对于美国来讲 还是非常低迷的状况 这跟刚刚我前面提到欧洲 他有个长期的结构性问题 其实也是有关联的 那去看一下欧洲 他五月的一个核心通膨的数值 他还是低于甚至是1%的水平 那从最近啊 ECB欧洲央行 他跟市场的一个对话 你也可以看到 他其实不断的有在highlight 就是他对于汇率的一个担忧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欧洲央行 他不太可能会让欧元太强 所以他甚至年底的话 我们是预测说 他甚至有可能会再去延长 原本应该是明年3月要到期的 PPP购载计划 把它延长再到更久的一个时间点 那你同时去看另一边 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市场预期 明年上半年 连准会开始进行缩载的情况之下 接下来的一个时间点可以去观察 我觉得首先你可以去看 8月的一个全球央行的年会 也就是Jackson Hall的会议 那鲍尔在这个会议上面 他是不是会释放出一些 有关于明年缩载的一个讯号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好去观察的时间 因为8月的话 就是落在9月FMC的机会之前 那所以总结来说的话 下半年美欧政策就是 的货币政策 就是持续的走向 分歧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美元现在大概就是在 90到92之间逐底 那下半年的话 如果是按照这样子的 货币政策走势的话 我觉得美元它其实甚至是 有望去走出一个阻底的状况 好谢谢Vivi 我们在讲就是美元 因为大家现在关注美元 美元最近涨了还不少 那不管包括了就是联主会 自己本身的政策的影响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 就是欧洲央行的政策 那我们刚刚Vivi已经跟大家解释了 所以看起来 他们分歧的状况 基本上在下半年还是会持续的 那美元的表现就可以 请各位听众朋友 一起来关注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走出 阻底的阶段 然后往上去上行的方向走 那上个礼拜呢 我们录制Podcast的时候 就有发现 就是FOMC之后呢 10年的美债殖利率先是上行 然后立马又回到了1.5%以下 那近期我们看到 美债殖利率的曲线呢 也就出现了就是短端上行 但是长端往下走的一个 走平的一个现象 那Vivi你怎么看这一个状况 好 知识率曲线其实是金融市场 非常关注的一个指标 因为大家最怕的就是出现 所谓的知识率曲线倒挂的情况 因为通常发生这种情况 接下来就是经济大衰退 但是这一次的一个 长端利率的下滑 短端的回升 我们觉得是不用去 过度的去做解读 那因为长端利率啊 它其实除了反映了 短端这边的政策的动向之外 它还额外的去反映了 经济成长跟通膨的预期 所以这一次你可以看到 长端这边的下滑 的时间点基本上 其实就是在5月的CPI公布了之后 那这个下滑的原因 主要就是来自于 前面提到的市场 对于短期通膨预期的回落 包括说你去看美债的平衡通膨率 也都是在5月的CPI之后 就是呈现全数下滑的一个状态 但是你去看 你如果剔除掉通膨的因子来去看的话 你去观察抗通膨的债券Tips 它其实它的一个殖属率 在过去几周没有出现一个太大的改变 所以长期来看的话 就像刚刚提到的 长期这边通膨还是具有不确定性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就业市场是持续的在修复 那这样子的一个修复呢 就会去支撑经济的一个成长 从复苏 然后逐渐到扩张的一个区间 然后去支撑长端利率这边的回升 那讲到这样子的话 其实展望下半年 大家又要去问的问题就是 那什么时候会看到长端利率的回升 那因为相信大家对于 今年3月的10年期 每再到1.5% 造成了一个杀骨子的风暴 应该都还是心有余悸 所以我们去 对 我们去看一下下半年的话 同样我还是觉得 8月是一个重要时间点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财政部这边 它7月的时候 它的一个债务上限就到期了 可是去观察财政部 它下半年的一个融资计划来看 它其实到Q3底的话 它其实还需要有 大概8000多亿的发债去做融资 那短端这边的 国库券的一个发行量 也会回升 所以7月它的一个债务上限到期之后 8月的话就要去看 国会这边 它会不会去通过一个新的债务上限 那如果 都是跟市场预期的一样的话 那也就是说8月的话 其实它的一个发债量 就会再度的去增加 那当它再次这边的供给 再增加的话 就会有机会去 再去压抑它的一个债券价格 那导致殖利率这边 重新看到回升 所以我们觉得 下半年 10年期供债它的一个殖利率 长期的话 还是是看升的一个状况 那时间点的话 就要去关注8月这边 好 基本上那个Viviana 已经大概把等一下要讲的问题 已经有透露一点点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下半年有一些关键的时间点 那你可能要关注 财政部的一些动作 或是长端到底什么 所以往上 好 我们在这一次Viviana出的这个快报里面呢 我们在最后的最后一张图 我们就整理出来了 2021年的下半年的完整的关键时间走 而且我们把通膨 基本面央行的动向 还有美国财政部的一些动作呢 归纳出一张图 变成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那这个时间点呢 就是在今年的8月 那我也想要请Viviana 藉由这个Podcast的这个机会呢 好好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为什么是8月 那我们现在在6月底这个时间提出 那也是希望听众朋友 跟我们一起关注 接下来即将发生的重要的事件 藍哥请Viviana跟我们说一下吧 好 那这边的话 我们这集就是先focus在下半年的行情嘛 那我就把它拆成 就是Q3跟Q4分别来讲 那Q3这边看 短期来说的话 我们觉得说Q3的一个起见 它其实像是经济数据 都还是有望维持在高档的状况 那企业这边财报 都还是有看到高点之外 刚刚提到美国的就业市场 也已经是在 美国已经是接近群体免疫的背景之下 也有可能会出现加速好转的情况 那同时除了基本面 去看到资金面的部分 财政部它在7月的一个 在上线到期之前 它的PGA 也就是财政部在央行这边的一个账户 它的余额 它的释放也有 就是有望将游动性移植到7月底 所以基本上Q3的时候 基本上行情在Q3底之前 不管是基本面还是资金面 都还是有支撑的 也就是在这段期间 股市的胜率其实还是是比较高的 但是到了Q4 就是随着我们刚刚提到制造业循环 它可能就是延续到Q3底 那到了Q4的时候 当这个一个制造业的送分体过去之后 那联准会这边开始重新的 去做资金紧缩的一个动作 全球的资产就有可能会去 面临到重新的调整 那如果你刚刚有把整集都听下来的话 你应该会一直听到8月 8月就是一个 我们觉得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可以去观察 因为在这段时间呢 它同时会有三件事情的发生 第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一个 从电子零组件的数据去观察 它的机器是开始垫高的 那在机器直接跳升一个位阶的情况之下 年增率是不是还可以创高 就变得非常重要 就是去看说下半年的基本面这边还有没有动能去支撑 那第二个点就是在资金面这边 8月的全球央行的Jackson Hall的会议是 目前市长预期联准会最有可能去 做一个释放说在讯塔的 就是所谓的tapering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是在8月这个时间点 如果鲍威尔他没有提这件事情的话 那行情可能就还是会有个延续的动作 但是如果鲍威尔在8月的Jackson Hall会议 他有什么就是讲个乱讲什么话 或是有什么大动作啊 是超出市场预期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直接是反映在美元这边 然后去造成全球资金有一个紧缩的状况 那第三件事情会在8月发生的就是 财政部他这边预计是会通过的 债务上限的一个状况 那就会造成刚刚提到的 国库券这边重新开始发行 再次这边供给再增加 然后殖余率再度被拉升的一个情况 所以综合一下我刚刚讲到这三件事情 到Q3底啊 大家需要去关注的事情是 制造性循环它进入到一个高远期的状况 而不是像去年底来的一个非常 它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周期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信息市场股市啊 或者是像一些核心循环类股啊 原材料工业类股啊 这些板块 或者是这些产业占比比较高的一些区域啊 它的基本面的一个动能 是不是还能像Q4一样的这么强劲 那另外的话要去关注的另外一个点 就是在于 相对上是具有长线生产力优势的 像是科技板块啊 电子板块 这两个 这些板块 它的企业获利 在Q4的话 基期垫高的情况之下 它是不是还能够再创高 那以去维持它有一个 保持在一定程度的一个成长增速 那资金面的话 到了那个时候资金面 就有可能看到在 刚刚提到 联众会这边转向 才正不发展的一个背景之下 有可能会去看到 就是像美元跟美债殖利率的同步回升 那导致说 当时的市场上有东西 就不会再像是上半年 我们看到的这样这么的去充裕 那它的 投资的机会成本就会开始提高 那就会造成有一个资金抽离的压力 那如果这三大事件都相继去出现的话 其实短线它再去投资股市的一个胜率 相对于上半年或者是Q3来讲的话 就是会有所降低的一个情况 所以到了那个时候 如果我们刚刚提到这些讯号都出现的话 就会觉得 我自己会觉得 就是要去适当的去调节一下你的部位 像是提高你的现金水位 让当时如果说市场真的有出现一个修正的话 你才有去现金去做低借的动作 去做更长线的布局去准备 那刚刚讲这么多其实我自己会去关注的点 就是例如说像一些数字 像是美元的话 我可能就会去看它 下半年刚刚有讲到 它是不是会真的走出一个主体回升的状况 那可能就是看一个前高的水平 那差不多是93的一个位置 那美财值率的话 大概就是看8月底如果再回升 到疫情前的水准 上一次是看1.5嘛 那这一次可能就是看1.8到2个percent 我自己的话 但是这些都还是以 就是个人自己的风险程度而定 那如果就是可能有人比较保守一点 那你就是美财值率看低一点就减嘛 或者是你的风险程度 呃成熟度比较高的话 那当然你也可以就是hold到最后 也没有关系 好谢谢Vivi 最后我来呃很快的recap一下 刚刚前面第一个部分我们讲的呃缺工缺料啊 还是长期通膨一个比较大的不确定因素 那我们短期呢 仍有这个基期作为保护 那搭配我们刚刚讲到的就业市场 基本上还是维持复苏的 所以基本面看起来影响不不大 那我们刚刚讲到在呃下半年 有8月的时候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收敛三个关键字 第一个就是台湾的出口 台湾电子出口 第二个呢叫Jackson Hall 第三个呢就是美国财政部 那为什么这三个关键字呢 请你再往回听一下Vivi 刚刚讲的内容 你就会知道这三个关键字的重要 那这三个的事件呢 它的数据都会影响到的可能是 美元会不会创高 美债殖利率会不会回到疫情前的水准 当今天美元跟美债殖利率都回 都往上爬的时候呢 你投资股市的机会成本 它就会提高 那这时候投资股市可能就不会这么的吸引人了 所以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也来关注一下 8月这三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那今天我们其实讲了这一集 讲了很很内容很很惊讶 而且很对你的下半年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是希望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呢 觉得我们这一个这一集讲的不错 慢慢把我们这一个Podcast 这一集share给你的朋友们 重点是他们进来之后一定要先按追踪 没有按追踪就不要听了 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来好好的来掌握这一集 强迫推销 对我们强迫推销 就是那觉得我们这一集讲的不错 然后请记得在下方给我们五颗心 然后告诉我们说 你对下半年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也想听听你们 听完之后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也请你们不另告诉我们哦 那今天的Podcast我们就录到这边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拜拜